时节入冬,气温奏降 疫情让更多的民众生活陷入了困境 百年企业和龙宇藏 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寒冬送暖 日前捐赠了25床的双人羽绒被 跟26床的家大型羽绒被 给爱花莲基金会 由市长戴维受赠 期盼抛砖引玉 号召更多社会公益 帮助更多需要的弱势朋友 寒冬送暖 成立百年的企业和龙宇藏 日前由华莲市镇推广委员副主委杨洁 协同妻子华莲市形象商圈发展协会理事长刘玲玲 代表女婿和龙宇藏负责人陈彦成 捐赠25床的双人羽绒被 跟26床的家大型羽绒被 给爱花莲基金会 由市长魏嘉贤代表接受 并致证感谢状 和龙茅厂是一家112年的老公司 他们主要是生产羽绒的相关制品 那也是我的女婿 她把爱送来花莲 因为她自诩自己是花莲女婿 所以未来她会陆陆续续 会把这个温暖的爱 在寒冷的冬天传送给花莲 也希望这个是抛砖引玉的 这个动作能够带给社会一点点 有能力的人可以把他们的爱 送给周边需要的人 那我们真的也谢谢有这么多善心的企业 尤其是河龙茅厂也是一个百年企业 那愿意这样子来关心花莲 那不只是捐给花莲市公所基金会 那爱花莲基金会之外 也给食物银行 那更给老家有需要的一些伙伴们 都可以及时得到相关的一个帮助 那在此要代表花莲市民 跟花莲市公所的全体员工 谢谢这一些良心企业 愿意来协助花莲 关心花莲 在此我们会针对个案的部分 来发送相关的一个羽绒被 希望在寒冷的冬天 有温暖的羽绒被 能够温暖他们心跟身体 那花莲市公所会持续地关心 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为嘉贤感谢董事长陈彦成的热心公益 及杨洁副主委贤康力的引荐 让食物银行物资更加充裕 另外也会捐赠给老人之家 让有需要的民众能温暖度过寒冬 理事长刘玲玲表示 希望借由捐赠东北举动抛砖引玉 呼吁更多企业、社团或个人 在有余力之际投入社会公益 一起响应市长爱华莲的号召 接着长方言华莲市报导